在高雄的前镇国中 有个老师发现有只小猫 躲在高达六层楼的树枝上 不断喵喵叫也不敢下来 所以老师跟学生还有保育员师 一起想办法想来救猫 学生拉开了棉被 保育员师则是来射空气枪 想要吓唬小猫 让他赶紧跳下来脱困 那么最后赶来的消防队也加入救援 总算大家齐心合力 让小猫平安地回到地面 少一个人谁可以过来帮忙 国中生四个人一组 以大树为中心点 拉起棉被还有大片帆布 为的就是接住卡在树上的小猫咪 老师很心急 因为一脸无辜的小猫咪 卡在校园里头高达六层楼的大树上 喵喵叫了好几天都不敢下来 保育员师拿出空气枪 想吓唬小猫咪往下跳 有打到他吗 有打他屁股他不动 只是小猫没有反应 赶来的消防队架起梯子爬上树 用肠杆搓他终于 先用空气枪射漆弹 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把他吓下来 就没想到他越跑越高 最后是用消防水柱去喷射他之后 他才跳下来的 小猫跳下来之后 其实他非常惊吓害怕 所以一流烟就不见了 我们都没有看到他了 有爱心的老师学生保育人士合作 再加上消防队的支援 让幸运的小猫咪重回地面 获得自由 一电视章米红菜双集高雄报道